在变化莫测的资讯时代 谈吐着数位化带来的方便 看似被遗忘的老派科技 却散发着岁月翠练下的温润质感 让怀旧人士一再回味 迈入第11年的全品黑胶文艺复兴运动 今年以老派科技为主题 搜罗多款限量黑胶唱片 跟展出20位音乐职人 珍藏的卡带 想照传我终于失去了你 张雨生口是心非等 除了黑胶与卡带摄影技术 也在时代变迁下 从底片数位直播一路来到AR VR 从夜40余年的刘兵俭老师 最后选择回归自己最擅长的黑白摄影 成立末胎艺术 展示各式古董相机与明年黑白胶卷 重启暗房教学 就商业面来说 黑胶卡带底片或许不够方便 具有效益 但就人文艺术层面 它们充满温度且有味道 让我们再次学会 缓慢过生活 见证这些藏着旧时代痕迹的物件 在21世纪引领新风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